這次的學生會有一個設備,然後親自的去體驗 然後另外一個學生呢,其實就是類似 現在我的角色其實就是類似另外一個學生當小導師的角色 然後去引導這個同學做這個VR設備來做解剖學的教學 然後比如說,以這個研究來說 我們最外面呢就是有所謂的抖摩 那前面呢就是會有角膜 那它可以利用操縱桿去取代所謂的手術刀 它可以對精細的儀器去一步一步的做拆解 然後從外額內,比如說從角膜 然後這個結狀體,這個紅膜 接著呢到眼球最裡面的所謂的四網膜 然後一一個做拆解 那另外一個呢,這個設備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做縮小或是放大 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話 甚至於它可以做旋轉所謂的rotation 甚至於呢可以從 你看現在就是轉到了人體的內部 從內部往外看 這個是一般大體解剖學 或是課本上其實是體驗不到的 所以用這種這套設備其實來做教學有非常非常多的好 當然今天表現大家做得很好 OK 媽媽 每次帶著小師傾 都是大跟這套設 swarm 條 Overall他們開始了